EB5常识科普 EB5区域中心融资中的股权模式 在区域中心投资模式中分为股权模式与债权模式 在EB5语境下 NS如果是将资金借贷给GC就属于债权模式 而NS如果是入股GC就属于股权模式 这一期视频我们将为大家详细讲解区域中心投资中的股权模式 股权模式是指EB5投资人投资于区域中心组织的EB5项目公司 公司通常是ALP的形式 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或有限合伙人 EB5投资项目直接由该项目公司运营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EB5投资人直接是EB5投资项目的股东 EB5投资人的收益或者亏损由项目本身的收益或亏损决定 EB5投资人是实际项目公司的股东 项目由项目公司的管理合伙人 区域中心直接管理 由于区域中心与EB5投资人就投资前提货目的 为了投资移民绿卡有直接的协议 项目管理方区域中心有义务 按照商业计划和私募备忘录的约定运营项目 项目中途变更的风险很小 有利于投资人最终永久绿卡的实现 同时因为区域中心的参与 美国移民局允许区域中心 在计算投资人的投资所带来工作岗位时 可以计算直接工作岗位和间接工作岗位 在EB5区域中心项目发展之初 最主要是传统的股权模式 NZ入股GC 随着创新的EB5债权模式的出现 传统的股权模式 这种没有明确退出机制的项目组织结构 渐渐不受青睐而淡出 这时优先股模式项目出现了 现在EB5中常见的是优先股 优先股就是 EB5是以优先股权的方式 进入GC去弥补开发商普通股权 银行高级贷款之外的资金缺口 优先股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的 优先股通常比普通股先获得分红 主要指在公司盈利和剩余财产的分配权利方面 优先于普通股 但是优先股的持有者通常无投票权 简单来说 如果优先股的股东没有得到足额红利 那么普通股的股东也不可以参与分红 如果公司发生清算的话 优先股的股东没有得到足额分配的情况下 普通股的股东也不可以参与分配 这是一个结合了债权固定分红和股权 潜在升值特征的一种投资工具 1B5投资人作为优先股股东 拥有优先于股东的投资顺位 即开发商在投资到期却仍未还款时 投资人拥有出售土地和项目的权利 或者获得100%的净现金流 直到返还投资款后 股东才能从项目中获得收益 1B5优先股项目并不是所有的优先股 权益都是一样的 有的项目优先股仅有分红权益 而有的项目优先股则有重大决策权 拥有重大决策权 优先股是很重要的性质 投资人拥有项目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这对于1B5投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1B5不同于普通的 仅追求收益的投资行为 1B5需要项目的开发基本按照商业计划书的要求进行 以满足投资人顺利获得绿卡的要求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今天对于1B5投资中的股权模式的讲解了 想了解更多1B5相关资讯 你可以向我们发送邮件进行咨询 也可以扫描图中微信二维码进行了解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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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